真的要谢谢二嫂 真的要谢谢二嫂 你给了我当老师的机会 我也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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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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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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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必须去咖啡馆 什么叫必须啊 什么叫必须啊 你一定要去咖啡馆干吗呀 我在那儿待着也无聊 我到那儿你又嫌我吵 你在家里工作不好吗 在这儿外面 有那么多特务盯着你 我今天去咖啡馆 不是为了工作 不是为工作还去干吗呀 二哥你忘了吗 那天下暴雨 咖啡馆那位先生 把他的雨伞借给了我们 我跟他约好了 今天还给他 这一把伞是吧 你在家歇着吧 我就帮你还 那个人我织他长什么样 给我 我自己去还 不用你代劳 只是我跟他的约定 你非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 我也不想去咖啡馆 为了一把雨伞 你哪天去不能去啊 你非要今天去 你还是让李洁 亲自去归还用过的雨伞吧 这样子比较礼貌 我好久也没喝咖啡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啊 不行 孕妇不能喝咖啡 只要咖啡因每天控制在 三百毫克以内 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二嫂喝一杯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是吧 那你们等我 我去穿件外套 你说没事就没事啊 多嘴 离杰 这边说到了波士顿 红阿队是什么 红阿队 红阿队是波士顿人民的骄傲 在美国大家非常慎行棒球 虽然在我们这边不流行 但是在美国却是全民的运动 我在马省上学的时候 不供我的同学每个月都去看比赛 连教授也迷得不得了 那这个贝 贝比鲁斯魔咒呢 贝比鲁斯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 其实是这样的 在美国呢有两支非常棒的棒球队 一支是纽约的杨基队 一支就是红外队 他们竞争非常的激烈 堪称死敌 贝比鲁斯是红外队的当家球星 曾经的 但是没有想到红外队竟然为了钱 把贝比鲁斯卖给了杨基队 所以贝比鲁斯非常的愤怒 他公开地诅咒 红外队从此以后不会再得冠军 没想到他说的成了真的 红外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得过冠军 活该 还有这么神奇的故事 谢谢 先生 您是 下次您借给我的伞 我想起来了 谢谢你啊 我就说那伞我来还就行 你看那先生不记得了吧 但我记得 说好的事情不去做 我会不舒服的 二嫂 你不会忘记 跟红房子的戴医生 约好了检查时间吧 戴医生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还有客人在 我会约的 那个李杰 你们俩先回去吧 我妈说家里有点事 她约我去找她 要紧吗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 不用 一点小事而已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们先回吧 李伟 先生 刚刚坐在这儿的那位客人呢 那位先生已经走了 他 他是这儿的常客吗 他不是这个常客 先生 他大概会多长时间来一次 您知道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他不是常客 没注意 谢谢 他不会跟你们 开心了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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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没有 今天白天的事情 你生气了吧 我着急去跟我妈妈见面 所以口气不是很好 最近 我发现我的耐心不是很好 常常很急躁 对不起啊 没关系啊 我没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对我有耐心啊 我又不是李洁啊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习惯了 从小长得大都这样了 可是 可是我 我从来就没有拿你跟李洁比较过 你们都是我朋友呀 朋友 你在我心中 一直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变过 而且 你跟李洁本来就不一样 你们各有各的优点 行了行了行了 我的优点我自己知道 我们这种小市民 登不了什么大雅之堂 你要学英文了我会 两听外国的故事我不知道 想喝咖啡 我压根就不选咖啡馆 只有李洁适合做你的朋友 这一点 我倒是从来没有想到过 最近 我跟李洁是走得近了一些 那是因为 李洁打开了她的世界 她很渴望交流 而且 我发现李洁的内心 其实挺丰富的 如果不去了解的话 多可惜啊 我们作为她的家人 不应该要多关心她一些吗 所以 我希望你不要那么敏感了 是你太不敏感吧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可惜啊 多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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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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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你说的做了呀 我把美国大财发的消息 往外面一放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特别奏效 现在酒局 饭局 五局 都重新邀请我了 而且我的出场费 毕竟还高呢 那太好了 但是我有大实话跟你说 你可别生气 当五小姐很风光 但是毕竟是青春饭啊 我还能不知道吗 所谓乱世藏金 虽然赚钱很多 但是千万不要挥霍 也不要浪费 赶快变成金子 存起来 以后会帮到你的 姐夫说的 我都听 姐夫 以前你在我眼里 我觉得就是个小混混 我一直以后 就能觉得有两个人 就能不拥靠 就能不拥靠 不拥靠 然后就能不拥靠 就能不拥靠 我 就能挥霍 他 互 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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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发周边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我们这个菌油烫发呀 八折又会 八折又会 要那么贵 这位太太 看看我们的酬兵活动吧 您不要觉得我们这儿东西贵 居油烫发呀 都讲究效果 您要是信不过呀 来我们店里看看 我们这儿的东西啊 可都是英国进口的 来 看一看看一看啊 看一看 看一看 贵方 电话呢 不接啊 真是 喂 喂 您好 哪位啊 您好 我是萧先生 萧 萧先生 哪位萧先生 我找乔李杰 我 我是乔李杰的哥哥 您是哪位萧先生啊 我是萧英真啊 萧大哥 李杰在午睡 您有急事吗 没什么急事 就是我这两天 准备离开上海 您要走了 我再不走 就得被那帮强盗拐到台湾去了 您说话也得小心点啊 别得罪人 怎么着 乔治才 连您也成大小鬼了 你告诉李杰 让他安排个时间和我吃个饭 我有些话要跟他说 萧大哥 我跟你说呀 现在李杰出入不方便 周 周围老是有人 你也知道 要不 你有什么东西要给他的话 我帮你转交 如果你有什么话也要跟他说 我来转告 您觉得行吗 那就请转告李杰 让他切满注意安全 这个也行 这个挺实谋的 适合你 对对对 我再给你挑一个 不喜欢啊 来 我给你看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经济最流行的 好多人烫这个 是吗 那我看看这个 不错吧这个 还不错 但是 不怎么行 看这个怎么样 老板 你们先看着啊 好 太太 来 汤头还是具有啊 楼下已经满了 咱们坐楼上吧 请 这个好这个好 我们以前见过面了 在唐医生的诊所 对吗 嗯 那以后叫我小李就行了 以前 我是唐医生的主要联系人 从现在开始 我是你的联系人 这间理发室的二楼 以后就是我们的街头地点 能见到您真是太好了 我还以为 组织都找不到我了呢 小黄同志 你很敏锐 直到 从乔李杰的身边 寻觅组织的身影 唐医生遇害以后 组织十分谨慎 对于重新街头的人员 都需要进行二次甄别 所以那天在咖啡厅 不方便与你相认 唐医生牺牲的事 有调查结果了吗 我们还在搜集线索 不过好在 唐医生生前告诉我们 你与乔家的关系 对我们的团结 争取工作 十分有利 你们放心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的 现在 乔李杰被保密局软禁 组织与他见面交流 非常困难 小黄同志 请你继续进行 争取乔李杰的工作 组织希望他与我们一起 为建设心中果儿奋斗 只要他愿意 组织会在未来安排人 护送他去解放区 您说的 是不是归行计划 你怎么会知道 不但我知道了 现在整个归行计划 都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知道了 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小黄同志 请你不要见外 你的身份和处境 组织十分了解 这个消息 你是不是从乔治财那儿得到的 因为乔治财的原因 保密局那儿的情况 我有所了解 这个情况 我会向组织汇报的 依依啊 那个苹果 苹果对吧 对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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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一个考啊 那谁是第一个愿意来考试的 哎我我我第一个可以吗 贵芬 当然那行 那就贵芬第一个考我第二个 那我第三个考你第四个 你最后啊你最后 吃饭吃饭吃完了考试啊 保密局打算对萧莺珍下手 我们必须提前将她转移 那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小的考试 立文是一个可爱的人 贵芬应该怎么说 立文是个完美的 贵芬 原来立文是个有脾气的人 哎呀贵芬 立文 妈念一遍你看对不对啊 立文 is a perfect peach 对吗 妈妈念的好了 是啊 对啊 立文你要不要给妈妈评课分 我分妈妈 对啊 太好了太好了 你说一句 小意思 perfect peach 就是那个 什么办法 练琪啊 那你再拍一张 应该挺好的吧 乔治才 我可不可以自私一次 铺里这个荤 雅 不可不可以自私一次 不可不认我 不可不可以自私一次 你回来了 考完试了 嗯 你知道 谁的成绩最好吗 那她是妈 还真是 李杰说 妈的口音 现在最标准了 要是你考的话 你一定有好成绩 因为你记性好 拼写没有问题 我的单词基本都写对了 我今天 去后院找贵芬要橙子吃 她还在那背单词 还跟我说 叫什么齐来着 Orange 哦 其实 我有时候就想了 在上课的时候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学习英语啊 这样就最好了 有玩儿 我们 我们 有婚吧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要离婚啊 为什么不离呢 我们之前 假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 到时间了 我们就离婚啊 我们就离婚啊 是不是 有喜欢的女孩子 所以才 没有 那是为什么呀 难道真的希望 我们的生活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过一辈子吗 过一辈子吗 离婚对你 不会有坏处 很快就会有一个 比我还优秀的人 来照顾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你和李洁 我觉得挺合适的 李洁 你怎么又在胡思乱想啊 我只是随便一说 其实 你跟谁在一起 我都会为你开心 只要你开心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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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团圆吧 乔治才想跟我离婚 他想跟你离婚 他发现了什么 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没有 他 本来我就是假结婚 他是在帮我 现在他提出离婚了 我没理由不答应 我又何尝不想结束这样的日子 但是现在 归险计划在危机的关头 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 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如果你一定要退出的话 你一定要跟组织说明情况 不能让组织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毕竟有那么多的同志 已经为了归险计划牺牲了生命 我应该要给你幸福 但是乔丽姐是整个归险计划的重中之重 我是但是 我知道任务的重要性 可是假结婚你让我怎么撑得下去 我可以忍 那乔治财呢 也要让他一样受委屈吗 二哥 你要干吗 要这样突然有什么用 反正我都输了 为什么 我给不了立文幸福 我输了 我决定跟立文离婚 虽然我的指数远远高于你 但是还没有接近胜利的红线啊 你现在还没有说 你已经离红线更近了 离婚我已经想好了 对外就说 我变心了 对不起 立文 你伤心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再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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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呀 还是明天跟你说吧 好啊 那明天我们在这儿见 好 那边见 诸位 今天请大家来没有别的 主要是让大家见一见 新来的秦科长 秦科长 是国防部二厅 文部长的得意门声 也是新调入本局 担任行动科的新科长 秦科长 一能到我局 是我局的光荣 也请代问 文部长好 六月客气 好 大家好 我初来乍到 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如有业务不熟之处 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教 好 这位是后勤的江科长 以后你行动的预算 结算 就可以找到 设备科的刘科长 刘科长好强 恐怕不会输给你 看来我和刘科长同好 回头一定要切磋切磋 那个是资料科的老冯 那个是秦马祖的小亮 差点忘记掉了 这位是原行动科的干事 小孙 小孙啊 以后秦科长就是你的上级了 等一下 把行动科的情况向上级汇报 是 局长 诸位 今天就到此了 秦科长 如今共党优伟长局 你来的正是时候 六月放心 一定在六月的领导下 结成完成最后的攻坚 尽心尽力 尽责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咱们科的科长 就应该孙哥跟苏哥来顶 咱们好端端冒出一个姓秦呢 要说科长的这位子 那得让咱们孙哥来顶 让咱们孙哥来调这大量 对不对啊 孙哥 这口气弟兄们都咽不下去 要是我说呀 就算那个姓秦的来 那咱又怕得什么 他来了咱们的地方 那就应该听咱们的呀 他往东咱们就往西 阳凤阴违 他又能带咱们喊 你们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那个姓秦的 把屁股做热的 我没有让大家久等吧 我刚才跟江科长 谈了谈预算的事情 这才知道 咱们行动科 由于楚科长牺牲的缘故 没有及时申报上月度的预算 连上个月的奖金 都没有及时核发 是吧 大家放心 我已经和六爷报备过了 在这个周末之前 一定会让财物给大家补上 谢谢秦科长 不用客气 大家都在一块儿共事嘛 今后能谋得福利 我请某人 一定会把各位放在心上 对了 那个 那谁 孙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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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 把楚科长遇害案的卷宗 整理一份给我 好的 对了 对了 我在这里重申一遍 上班的时候 要有上班的药物 对了 来了 这位先生 我们已经打烊了 老板 我有急事 想取一件 人自你的派克大衣 明天上午九点钟再来吧 现在不是已经快到九点了吗 肖木同志 老谷同志 组织上这个时候把你调来吃园 是给我们吃了一粒定心丸啊 我在保密局查阅了 思南同志遇害牺牲的卷宗 其中思南同志的致命伤口 是11.43毫米口径子弹所致 但是楚科长和他手下的陪墙 使用的都是九毫米口径的普通子弹 奇怪的是 思南同志遇害案 在保密局内部 并没有展开调查 肯定是此案 关联重要的隐秘